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梅艳芳的人物平的音乐上,梅艳芳风格多变,2009年经世界纪录协会评定, 以全球个人演唱会总计292场,当选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最多女歌手。 他35岁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,40岁获得中国金唱片奖,国家级音乐奖,的艺术成就荣誉。 电影上,他先后获得两岸三地的影后荣誉,即金马奖,金像奖,金鹿奖,在20年,即1985年至2005年的香港电影累计票房中,为烈女演员第三。 去世后,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追授演绎光辉永恒大奖,被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评入,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。 乐坛人物对梅的平的梅艳芳唱过《坏女孩的叛逆》,也唱过《此事故人来的典雅》,唱过《烈焰红纯的性感》,也唱过《梦里共追的传统》。 他的风格是中国与西洋的结合,仿佛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。 山隐号,林直对梅艳芳的平的,梅艳芳在有限的时间里尽情发光发热,告诉我们如何才没有白活一场,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。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,但却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。 梅艳芳的歌艺是香港乐坛的顶尖,这是事实,不容置疑。 我清楚记得他参加第一届新秀大赛,年纪轻轻,但举手投足,咬字套句,全是大家姐风凡。 而他天生的身体语言绝佳,在舞台上配合舞步,简直令人神为之涉。 梅艳芳天分极高,近似粤剧泰斗新马斯曾先生。 我曾气称梅做女新马,歌艺者摩精彩的人,竟然如烟花的彩,空如光影在脑海,人间已再难见其人了。 以上是著名词作人黄尖的平的,阿梅不止属于演艺界,更是属于全香港。 成龙的,平的,我好喜欢阿梅,阿梅是我偶像,舞台上他光芒和造艺,我敢得罪讲句没有人及得上他,因为阿梅是个好全面的艺人。 沈殿霞平的,梅艳芳这个女人很有味道,她是个很有爱心的人,甚至可以将整个心摆出来吸你,她答应了的事就一定会帮到底。 得知梅艳芳生病,最难过是看着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 她却仍在奔波,她在生命的最后依然坚持开演唱会,就是想在走之前跟大家分享她最爱的歌唱和跳舞。 杨子瓶平的,失去者贵宝,对演艺界是沉重的打击,但阿梅在离开前,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礼物。 她用积极的态度,坚强的精神,让我们学懂如何放下。 梅艳芳重视友情,这份友情不是一时,而是一世。 她用有限的生命,带来无限的回忆,她永远是我门心中的女主角。 以上是郑玉玲的平的,阿梅是我们乐坛不可多得的奇才。 梅艳芳是香港之荣光,并希望歌迷化解悲痛,学习阿梅斗士的精神,勇敢面对生活。 以上是谭泳麟的平的,我和阿梅是好拍档,大家都是工作狂。 演唱之时,我们可以合到心灵相通,有默契之志。 能找到一个如此好的拍档,是我最开心的事。遇到什么心事,难提我都会找她倾诉。 虽然她的年纪比我轻,但是人生经验丰富,而且懂得体谅别人。 以致我对她无话不谈,简直就仿如两兄妹般。 梅艳芳是一个永不言拜的女孩子,她的信心强,野心也大。 所以她会用尽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应得的一切,这点无疑令我十分佩服的,以上是张国荣的平的。 阿梅的性格是宁可天下人负她,而她决不会负天下人。 她对新人,对一些需要照顾的人,她会照顾得无微不至。 有你就有我,如果有轮回的话,下世都做好朋友。 以上是刘德华的平的,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。 今天就讲到这里,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 拜拜。